民进党当局基于外部反华势力编造的谎言和虚假信息 跟风对大陆抹黑 污蔑是极端恶毒的 我们坚决反对 新疆地区各族劳动者平等自愿自由的选择职业 他们的劳动报酬权 休息休假权 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权 以及获得社会保险福利权等权利呢 都依法得到了保护 他们的民族信仰 宗教信仰 民族文化 语言文字呢 也同样的依法得到尊重和保障 外部反华势力炮制所谓的强迫劳动 种族灭绝的遥远 目的是抹黑大陆形象 破坏新疆的安全稳定 阻恶大陆的发展 他们拿棉花来说是 实际上是罪翁之意不再久 是毫无底线的污蔑抹黑 他们选择性的忘记了 基于疯狂的压榨包括美国黑奴在内的劳动者 以获取血腥棉花暴力的肮脏的罪恶历史 选择性的无视他们今天社会当中严重的种族歧视 却善有介事的来编造谎言抹黑别人 可谓是荒谬之极了 民进党当局极力配合反华势力进行别有用心的拙劣的表演 这一点都不奇怪 这再次暴露了他们的一贯的伎俩 就是凡是涉及到大陆的事情 他们都要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意的操弄攻击抹黑 所以呢我们奉劝民进党当局与其煞费苦心跟风炒作 甚至妄加威胁表达正义之声的台湾人士 不如呢多去关注岛内民众缺水干旱 苦盼疫苗的等这些民生疾苦 不如呢多去反省自己 换扬网军 钳制舆论打压异己的倒行逆时 靠编造谎言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也转移不了视线 靠制造敌意来取悦外部的反华势力 是完全打错了算盘的